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本案具有政治动机发起声援 抨击马来西亚首相纳吉 滥用司法迫害呼吁释放安华 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市中心 周末聚集上万人潮 众人身穿黑衣声援反对派领袖安华 2008年安华第二度爆发性丑闻 他被控机监前助理 原先获判无罪 2月初马来西亚最高法院改判罪名成立 安华入狱服刑5年 支持安华的群众 抨击马来西亚首相纳吉 滥用司法迫害安华 希望最高元首特赦安华 安华女儿奴鲁伊沙呼也来到现场 呼吁群众支持父亲 示威活动开始不久 天空一度飘雨 不过安华的支持群众没有散去 依照预定路线 游行到市中心地标双子星大楼 马来西亚警方原先并不允许 这场集会的地点 不过现场警方没有阻挡示威民众 只有沿途录影搜正 也配合游行路线指挥交通 最后抗议群众顺利抵达双子星大楼 他们高歌多首象征民主的歌曲 傍晚时分和平解散 中央世界的郭潮和吉隆坡报道 身兼国民党主席的新北市长朱立伦 应亚太台商联合总会邀请赴香港出席台港论坛 以城市交流与经济发展为题发表演讲 推销台湾和新北市的观光 朱立伦表示台湾香港交流密切 台湾消费较便宜 而且保导人民充满爱心 因此近年来香港来台旅游的人次大幅提升 演讲结束后台下观众提问 是否会参加国共论坛 朱立伦表示这是很自然的事 没有什么好意外的 但是否会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见面 朱立伦则没有正面回应 随后朱立伦应亚太台商联合总会的邀请 参加晚宴 香港特首梁振英也在受邀名单中 朱立伦以遇到梁特首来形容双方的首次见面 总共大概有三十多位的宾客 大家一起聚会 包括我们台北驻香港的处长 还有我们所有的驻香港的单位 大家一起 当然也有遇到梁特首 大家就是几座客人一起共聚一堂闲聊 另外媒体也关注 梁振英是否会借宴席机会带来中共方面的口信 朱立伦表示没有 席间大家只是闲聊 其实刚才大家都是在闲聊 谈了很多包括一些社会福利的工作 老人社会的问题 还有幼儿照顾的问题 还有提到一些 大概也提到一些医疗保健的问题 朱立伦的专题演讲 吸引数百人聆听 现场作物虚席 维安也与平常不同 装设记者张谦香港报道 日本三一大地震四周年 东北的延首县 赴德仙汉宫城县 距离镇阳最近 当时受创最为严重 四年来重建工作脚步缓慢 宫城县的女川丁 直到最近新的JR女川车站 才完工节目 旧车站在三一海啸中全汇 新的车站特地往内陆 迁移200公尺 刚在三一四周年前系通车的 还有福岛县内的 长盘高速公路路段 当初因为附近的福岛低核电厂 爆发核灾 中断公路工程 现在总长约300公里的 长盘高速公路全线通车 东北地区的居民来往工程 福岛和奇遇线方便许多 看着沿途设置的辐射量显示器 民众行经福岛也感到安心许多 镜头转到福岛低核电厂 四年前的311大地震 引发海啸 厂内的123号机卢星融会 福岛低核电厂走向废卢命运 目前每天约有7000位工作人员 冒着辐射危险 清理周边区域的辐射污染物 预计废炉作业2040年到50年左右 才可能完工 不过废炉过程并不顺利 先前爆发辐射污水直接流入大海 东京电力公司刻意隐瞒消息 使得废炉作业流程备受外界质疑 东北再去重建 绝大多是拆除和清理海啸造成的残骸 不过过程中也出现不同声音 主张保留残骸 像是工程县南三路丁 这栋隶属当地政府的防灾对策厅舍 海啸来袭当时 海水完全掩没这栋三层楼高的建筑 导致43名职员不幸罹难 对照灾后不久和最近拍的照片 目前当地周边都已经清空 不过当地政府目前决定 搁置拆除工程20年 让大楼的钢筋残骸提醒大众防灾的重要性 总计311地震在严守工程和福岛三线 造成了15823人死亡 至今仍有将近2600人失踪 大约22.9万人在避难所生活 四年过去了 尽管东北三线的贸易额 已经恢复到灾前的水准 重建的需求使得进出口同时稳健增长 不过水产业的出口额 还不到灾前的一半 局面依旧严峻 中央社综合报导 日本311大地震届满四周年 来台念书的日本留学生 连续四年在淡水举办活动 感谢台湾各界 当时捐款200亿日元和物资赈灾 并邀请现场民众哲纸贺 写下祝福的话 为东北赞名祈福 我是希望他们能够从政 重新建造自己的新的家园 日本的朋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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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通过这个谢谢台湾活动 我认识了台湾人 有一些人会说 你们还是跟我们谢谢 那我们也要谢谢你们 但是我觉得这个日本和台湾的 这样的感觉 关系真的很好 很棒 所以我希望这样的感情 以后也要继续下去 日本工程县商会理事长 同时也是311地震的灾民 殷景广行 今年专程来台 分享地震的逃生经验 他回想当时劫后余生 受到台湾团体的协助 至今人充满感谢 谢谢台湾活动 每年让台湾人 看到日本东北回复的情况 主办的日本留学生 也会将活动中 写满祝福的纸贺寄到灾区 希望帮助灾民走出阴霾 中央设计者陈嘉瑜淡水报道 中央设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智慧型传带装置 2014年开始在全球普及 知名品牌苹果最近正式加入战局 苹果公司9号在美国旧金山 举办发表会 官网同步转播 执行长库克正式宣布 推出Apple Watch智慧手表 库克强调自家的智慧手表主打个人化 很在意智慧手表能否透过穿搭 凸显个人风格 因此表戴表身的外形 材质款式多样 不过苹果的智慧手表 售价并不便宜 入门款349美元起跳 约新台币11000元 18K金的高档系列 要价高达1万美元 超过新台币30万元 专攻精品市场 目前市面上的智慧手环和手表 大多主打追踪健康功能 苹果在价格上做出区隔 功能上 苹果智慧手表和iPhone连结 可以收发电话和简讯 也提供语音互动 听音乐 上网 行动支付 和远端遥控开锁等功能 电池续航力高达18小时 可说是操作界面较小的智慧手机 苹果的智慧手表 预定4月下旬开卖 台湾不在首波销售国家名单上 头部预估 今年出货量约1500万只 看好初期 先吸引果粉长鲜族 抢先使用 分享体验 为行动穿戴市场 再先一波购买潮 中央社综合报道 带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日本311大地震即将满四周年 日本东部沿海灾区的重建工作 仍在进行 为了表示对台湾人民的感谢 日本在台留学生还是举办一连串活动 11号当天 台湾日本人会及工商会 也在台北发起东日本大地震追导会 更多后续消息 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吴依林 我们再会 来 Va 将ìnhzą一触摄影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 新闻资讯台湾 看到洋营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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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在参加 美国主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